嗨 歡迎來到 嗨 報日常 各位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專輯 對 你沒聽錯 現在是一個數位的年代 什麼人才會買專輯呢 就是想要做一個 實體收藏的時候 就會買專輯來收藏 那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個團體 是我在疫情期間隔離的時候發現的 他們是AKB48 TeamTV 那他們平常都會在 烏美劇院做公演 他們的公演基本上 裡面的曲目跟內容就是 我們線上或是公開活動看不到的 他們平均一年出一張單曲 他們的單曲背後會有握手序號 握手序號上網填寫 那你可以跟喜歡的成員做互動 那他們平常有在直播平台分享他們的偶像的生活句式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每位成員直播的時候 也可以去觀看 或許你可以聽聽不同的世界 我研究發現其實偶像不是這麼好當的 就像我一樣 SIMISE 那我們就來開箱 這一次 新單曲 這一次的地方單曲呢 是原創我覺得蠻值得鼓勵的 首先呢你會拿到一張 深血針 那深血針呢就是 12位 選拔成員 其中一位的 深血針 我們來看 拿到誰 OK 就看到他 或是只要有表演 只要有唱歌有在舞台上 第一眼 會看到的就是他 第二頁就是 劉曉晴 就是這一次的 SENTER 那他旁邊呢附的是這一次 主打歌的 歌詞 第三頁 就是倉鼠 MINA 那MINA就是走一個可愛的風格 再來就是舞蹈擔當 易雲 這個是 董子軒 董子軒在團體裡面算是一個 氣質少女的感覺 他所有的動作啊 跟唱歌跳舞都是 非常 優雅的 再來就是 事情 最耀眼的一位 所有的外型唱歌跳舞 他都是數一數二的 這位呢就是 汪汪 那汪汪呢在團裡面是 歌唱擔當 唱歌非常的好聽 接下來這一頁我覺得有一點 可惜了 因為前面都是 一位成員一頁 那這一面呢 是兩位成員一頁 這一點我覺得 相對可惜了一點 瘦瘦 不用說 這個是帥氣擔擔 五週年的 露貓C位 那露卡不用說就是 二期的一個 綜藝男當 MC主持 不能唱 非常喜歡他的主持 那這一頁呢 為什麼 只有一個 因為面面呢 是這一次 第二組打歌 就是好喜歡的Sinter 那面面在 直播的時候 或是在舞台上 你都 感覺得到他活力滿滿 非常喜歡這個職業 那最後一頁就是 可愛的 三騎生 那三騎生有 少童跟易琳 我們來總結一下這一次的專輯 欸等一下我還沒有看這裏面是什麼 這裏面搞不好也是照片 喔 裏面是照片 我們來看是什麼 3 2 1 1 官方特點也是Sinter 哇 這張專輯 開得這麼厲害 2張 升血針 1張成員升血針 1張 特點升血針 2張都是這一次的Sinter 希望 中樂透的時候 這麼厲害就好 這麼厲害就好了 好 我來跟各位講一下我的心得 我覺得這一次的單曲 20 for Shining 已經不再是 一期二期參與了 那我覺得 這次還蠻開心的 是所有人 一起參與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全部都有人參與 那這一次的新歌呢 就是2張單曲呢 都是原創 我相信給粉絲非常大的誠意喔 很開心這一次呢 可以開箱這個單曲 介紹給大家 那我今天最大的收穫 2張真血針 都是我們的Sinter 劉曉晴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想要我們的影片 記得 幫我按讚 分享 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改毛訂閱一下 我是海報 海報日常 我下次見 拜拜